彩虹追剧社 跪下 怎么 还敢动我 余维一 这些年要不是我爸妈 你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 余维一 我试探了你的男朋友又怎样 反正我爸已经给你定亲了 听说对方还是个惨子 和你这个短命鬼正好相配 你就认命你注定只能成为我们孙家的一条狗 有机会吗 至于唯一吗 放心 我是她的舅舅 她只能听我的 少师有吗 总裁 林夏小姐今天从美国过来和您相亲 您上次没有见李小姐 老爷很深 去准备一下 调动我名下所有能使用的资金 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枚红宝石拍下 那相亲的是赎亲赎重你分不清吗 是 这个小姐 先生 这是我的资料 实习心理咨询师 实习心理咨询师 您认为我有病吗 是我有病 林先生 他一介绍我们相亲的时候 和您说过吧 我身体不是很好 医生说我活不过三十 您和我结婚 等您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早死了 医生说我活不过三十 您和我结婚 等您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早死 医小姐 您来送人了 林先生在那边 对不起 我出门的时候吃了药 有点不清醒 你认识他 余小姐最近一个月都在这儿相亲 他舅舅因为生意 又把他嫁给一个残金人 所以才不停地相亲 我们开始听玄奘 如果 b억话 彼此逆慈治 纳寻 五百块 四万一 六千 你只是要配合应付我的父母 不许跟着 不许公开我们的关系 不许干涉我的私事 好 我知道了 我手机给我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跟助手 我下午还有事 你自己帮我去 师傅 你一定要嫁给盛总吗 好戏才刚刚开始 好戏才刚刚开始 师傅 你一定要嫁给盛总吗 盛家现在是荣城四大家族之首 我要为我爸妈复仇 就要不许借助他的病庇 帮导新家和故家 就是说 他被他父亲圈念在荣城 是因为害了不少人命 你招日放他 真的太危险 太危险 也安全 可你体内的毒 再不去治疗 就真的来不及了 就算死了 只要让害死我爸妈能都下地狱 预备 业司大厨 毕业弄了 赶紧发表 再不去消息 不账 归整天 放会儿了 对吧请 这周天来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是你们夺走了 是我的一切 孙家 顾家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将为自己的罪行 付出代价 少夫人 这是少爷让你交给你的 少夫人 你说没有啊 可能是有点着聊 不要紧 这是老夫人 少爷出生之后 大小爷就去世了 后来故意另去 少爷给老夫人赶紧身后 所以就随了母亲 少夫人 你先休息 少爷晚点就回来 圣哥 你找到了那个 可和你结婚的人了吗 自从你 搅婚了你父亲的好事 在这里 整整禁锁了五年 再不结婚 我真怕你 走不出这容成了 找到了 能让圣哥心意的女孩子 一定有她的过人之处吧 医生说我活不过三十 等您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早死了 病若 能早死 爸 妈 我会努力取得圣氏的信任 借助他将那些人 一一展出 为你们报仇 我给你炖了一点鸡汤 你做的 我想着你刚喝了酒 所以就炖了一点清淡的汤 这么照顾我 是打什么主意 谢谢你和我结婚 怎么了 眼睛 鼻子 嘴巴 都挤在一块 丑细细 你睡沙发 别愁睡觉 睡沙发倒也比 孙家的地板软和多了 你死哪儿去了 这么久才接电话 姐姐 我刚吃完药 我的论文被查出抄袭了 这文章是你写的 你要是真敢抄 信不信我弄死你 我没有抄袭 你可以去申请复查 应该是机器审核出错了 好 如果复查结果出来还是抄袭的话 我就送你去见你短命大妈 丁家人经常对你大呼小叫 使唤你 还好 我会找人改了他的论文 很快如城大学就会取消他的毕业证 你不准帮他修改 更不能帮他澄清 记住 你是我的妻子 就没有人能对你遗旨欺识 你是我的妻子 就没有人能对你遗旨欺识 嗯 赶快收拾一下 我带你去买算计 算计 可我们不是协议结婚吗 我们虽然是协议结婚 但是合法夫妻 我会给你妻子所应该有的一切 如果有人欺负我 我也去保护他 你真的会保护我吗 你自己说你都活到三十岁 别结婚没几个月好 那我放心 你放心 我必好好照顾好自己 一定能力活到三十岁 谢谢你白信 你要是死了 我还得重新找个结婚的对象 麻烦得很 没关系 国际贵的老厂 很适合你 这款戒指是今年的最新款 国际大师Eva的最新设计 还没有对外收卖 要是复材结果还是抄袭 我一定办法 想看我哥们 跟玉卫一这个小姐们在一起 没想到她心耳朵都很不安 我是叶姐姐姐做我的嫂子 玉卫一 玉卫一 请先 你一个在我家白吃白住的赔钱货 也有资格 试戴一辣大师吃这个新款 来 小姐麻烦您把戒指给我 这款戒指是非卖品 非卖品 你给她试戴 我可是唐通的孙家大小姐 你认为我会买了新一枚戒指吗 连孙小姐都不认识 你们品牌是不想干了吗 连孙小姐都不认识 你们品牌是不想干了吗 不好意思孙小姐 她是新来的不懂规矩 您别生气 我这就给你拿最新款 可是这枚戒指是这位女士先看上的 你懂不懂忠诚的规矩 孙小姐看上的东西 岂是别人敢买的 通事下去 我设计了所有珠宝 不准卖给孙建讯 杀我男朋友顾北辰的卡 卫一啊 北辰毕竟是你的前男友 他给我买钻戒 你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 算你知道好歹 余卫一 给我的论文你也敢背后搞鬼 现在立马给我跪下道歉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了没 听见了没 不好意思 孙小姐 我刚接到总部的通知 一晚的设计师说您 配过买这笔戒指 我刚接到总部的通知 一晚的设计师说您 配过买这笔戒指 晏玄买珠宝是给她面子 她还不乐意上了 就仗着她在国际上那点名气 都这么对付客吗 别说了 她先不给我丢人吗 莫总 姐姐 从圈妹采女到植乳铸上的抄袭者 这还只是个开始 太太您看 我不需要这枚戒指 行好了吗 这一只挺好的 就她了 刷卡 你去 盛 盛总 你别死吹 从今天起 你是这家店的这里 走 以后出门给你配两个保镖 以后出门给你配两个保镖 今天珠宝店这种事情 我不希望再发生 她这是在维护我 喜欢啊 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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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病人 我得去一趟咨询室 什么病人让你这么着急过去 什么病人让你这么着急过去 是一个老爷爷 他有自毁心上 一直在接受我的治疗 好吧 我送你过去 他也没有陈文忠那么的写不起 走啊 你不着急了 走 谢谢你 于大夫 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孙夜雪的论文复查结果出来了 还是抄袭 学院老师将她看成难得一遇的天才 没想到连诺文都是什么 来告诉审核机构 她怎么敢的 姐姐 南楼咖啡馆 我们见面谈吧 于卫一 那篇论文就是抄袭的 你写了篇垃圾去发表 还让我申请复查 于卫一 你是故意的 你就是想让我出丑 于卫一 你是故意的 你就是想让我出丑 动我的人 哪只手动得就费你动之手 放开我 你怎么在这 我过来谈生意 于卫一 他是谁 我是他男人 于卫一 你不知道自己已经和王少订婚了吗 还敢在外面包养小白脸 姐姐 他不是 嗯 长得嘛 比顾北辰帅点 倒是有几分姿色 小白脸 你跟着于卫一 也没什么前途 不如你跟了我吧 就你 赖他们想吃天鹅肉 竟敢骂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孙家的大小姐 顾家未来的少夫人 去去孙家 不能让孙爷雪知道她是上司 否则孙家一定会警惕起来 我们说好不干涉彼此私事的 你确定 我自己可以解决 你先回去吧 我好心帮你 你去跟我花钱借钱 好 我不会再管你 于卫一 我要把你包养小白脸的事 告诉我爸 姐姐 我错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抄袭 你还敢狡辩 论文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就是抄袭 当年我就应该让我爸下毒 俗辑你 毒死你这个小畜生 我身上的毒 不就是被孙平堂收养以后才中的吗 你发表的那一篇 有一部分的内容和我写的不一致 姐姐如规子性对比 不看不看我又看不懂 姐姐 大学四年你都风头很慎 我怀疑是有人嫉妒你 买通机构动了手脚 也是啊 你比狗还挺划 量你也不敢 压下阴霾最好的方式 是制造一大片光明 你参加了国际珠宝新秀比赛 如果能在比赛中获得冠军 谁还会在乎你评论是否抄袭啊 有道理 我帮你画稿 帮你赢得冠军 但请你姐姐不要告诉舅舅 我在外边包养男人的事情 也帮我在舅舅跟前说句话 我想在外边租房住 这样上班会方便一些 那你赶紧把设计稿画好 等我赢了国际大赛的冠军 看那起阴沟里的老鼠 还怎么陷害我 于卫一 你不愧是知道爸爸要把你嫁给残废 你不想嫁 想四季逃跑吧 我会乖乖待在龙城 算你识相 好戏就要开场了 恭喜盛总 新婚快乐啊 盛总的方心怎么会被俘获呢 取个花瓶 应付父母而已 对吧盛总 来干一个 你干这个 这次就是个情况 下次再多一次 刚才就可以给你穿红装 对吧 不要拿盛哥的老婆开玩笑 盛哥 那颗歌血摩洛歌红宝石 起拍价出来了 一个亿 你准备了多少钱 小师啊 这条项链是盛家的存家之宝 价值凌晨 以后呀 你要把这条项链交给你 爱的人 你未来的妻子 妈 我公司最近遇到点资金问题 需要七个亿 七个亿 你能看在小师妈妈的份上 妈你再帮帮我 要不你八岁的拿去拍卖了吧 现在准备好多少资金了 盛总 筹备五回忆了 再多筹备些 一定要拍下红包 我今天说到话 你说的对 会不感受彼此生活 是我们的心理 少夫人 你和少爷吵架了 是我说错话了 少爷脾气不好 你多包容一些 盛叔 我听阿世说什么红包石 是怎么回事啊 当年老夫人 为帮姑爷周转 拿出去当了 现在排卖行将再次排卖 少爷想把项链重新买回来 我记得这颗红包石全球只有一颗 是我家的珍宝 至少得有十个亿才能拿下来 少爷刚接受盛太集团 最近又在海外投资了几个项目 十个亿的现金 对少爷而言 一时半会儿还真拿不出来 唉 集团的那帮老家伙们 估计又要攻击少爷了 盛叔 后天是阿世的生日对吧 我想给他庆山 他有什么喜欢的吗 魏婆 我一定会拿不下脸 老夫人走后这十年 少爷也没有再轻身 如果你愿意帮助少爷轻身 少爷应该会高兴的 走 去民政局 记住 你是我的妻子 就没有人能对你一指气势 动我的人 每一只手动他 那就废了每一只手 文老 我想请你帮个忙 小姐来了 这边请 还不错 你也就这点用 能帮到姐姐是我的荣幸 也不知道盛太最近怎么回事 一直找我们孙氏珠宝店的麻烦 小姐不忍出什么 舅舅 秀妈 我很感激二位这些年的养育真 但我现在坚持年了 也该祝福更生了 我想搬出去去住 咱俩都是要嫁出去 赶紧让他滚吧 冰鸯鸯 看人费气 出去吃吃苦也好 这样对比才知道我们给他选的婆家 有多好 真是 文一样 我和你中了 给你找了一个好人家 你以后可要好好报答我们 这么好 你怎么不把你亲女儿嫁回去 我知道了 孙总 孙总 就送我到这吧 万事小心 当年要不是老爷夫人相救 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小小姐 你放心 一切有我 夫人 少爷从盘盘会回来一起 就很不好 您今晚回来 千万多在这儿了 是时候给他送饭大礼了 这么老的天 你穿这么少 你不怕早死 我还怕刚结婚就变成了官夫 你这么毒舌 一定没朋友吧 应该比你多吧 这是我咨询是一名病人 给我的感谢礼 我借花献福送给你 病人 男病人的病人 男的 你现在是我老了 离那些男人远一点 是一位老人家 快上楼冲个热水澡吧 别感冒了 好 希望这个礼物 你会喜欢 少爷 这不是 没错 是我祖母的护博士 你不是没有拍下来的 是愚一给我的 我想给他庆山 他有什么喜欢的吗 少爷 对少夫人万有一些 可别辜负了少夫人对你的喜欢 他喜欢我 对少夫人万有一些 可别辜负了少夫人对你的喜欢 他喜欢我 是啊 少夫人知道你心情不好 就想要陪着你 还送你这颗宝石 这不是喜欢是什么 可我跟他 刚认识没多久 少夫人一定暗恋你 难怪还要说为你庆生 还说生日当天 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你知道的太多了 帮我去联系医吧 我想让他出手 帮我修复这条红宝石项链 是 他喜欢我 我有什么好指责他喜欢的 盛世 祝你生日快乐 平安健康 我没有拿得出手的礼物 只好折些小东西送给你 虽然有些幼稚 你可能不会喜欢 但我的祝福是真心的 自己才是将受尽虐待 居然很有心思给别人送祝福 余菱 珠宝大赛的出赛结果出来了 我竟然和那个零夏并列第一 以前我可是次次都是第一的 竟然被别人给赶上来了 你这个冰鸭子 是不是没尽力 姐姐 我怎么可能没尽力 只是我一个学心理学的 实在是能力有限 那你就赶快想办法 让我在第二轮的设计稿中获胜 我要是得不到冠军 你就别想活了 姐姐 你可以拍一条 去仓库取缘钻的视频 在视频中 可以提到舅舅的矿山 公司的钻石加工厂 结合设计 提出女人就像钻石一样 只有精力打磨 才能发光发亮 这个主意好啊 你说你 你怎么不早说 你要是早说的话 我还用骂你吗 真是又蠢又钱嘛 夏夏 孙叶雪很快就会去仓库取缘钻了 你派人跟着她 拿到缘钻的药本 立刻送去检院 孙平桃 我亲爱的舅舅 你的末日就要来了 贺老师 我老的病情已经稳定了 我可以接新的病人了 你来我这儿实习以后啊 已经治好了几个 病情病人严重的患者 你看你要不要心底的时间 不用 我想多挣点钱 成功到手 伟一 顺叶雪是不是你表姐呀 是啊 怎么了 网上报复了她在设计大餐上 抄袭伊万的作品 证据确凿 您想说要为师父依网维权 我姐姐应该不是这样的了 那好吧 小小姐 顺平堂送你去找你了 你现在能来请我下班吗 余薇一 你个贱货 竟敢用抄袭 女士 我是余薇一的舅舅 我们有些事情将长得谈一谈 河老师 放心 你不用事吧 殷雪说 她参加比赛的项链是你画的 你是不是为了走绝境 抄袭了伊万 舅舅 姐姐是荣城大学设计院的 结束人才 是圈内工院的珠宝设计师 我怎么可能帮几件画稿呀 你放屁 余薇一 这份画稿分明就是你给我的 我手机里还有你 发出我的照片呢 不动 你以前给我的作品 都是先拍一段画稿给我的 这次为什么没有 好啊你 你是不是一早就开始算起好我了 你是不是一早就开始算起好我了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 我也无话可说 请你们出去 余薇一 你以为你是谁 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抄袭这个事情你必须去澄清 承认你调换了叶雪的设计稿 故意陷害他 我是不会去成警官 我警告你 你现在的实力还没有办法和我作对 不要和我们翻脸 要不然以后吃苦 不要怪我这个当舅舅的 我看谁敢让他吃我生的 就是你这个小白领 爸 余薇一不仅陷害我 他帮有小白领 住嘴 这可是盛太集团的盛总 盛总 您怎么在这呢 他是那个荣臣第一太子爷 算是 怎么可能 你也只是大灵 盛总 您和我侄女的关系是 孙天长 你动了你 但是你知道的可以 是你自己为了你这事 还是我找人帮你 盛总 这样不太好吧 以我们孙家和顾家的关系 你不怕同事得罪我们两家吗 为我真不怕 等等 我自己来 原来得罪了他 真的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如果让他知道 我一直在算计他 他又会怎么对我呢 余薇一 你这个白眼的 我爸养了你十年 你那么行吗 不求 我会好好报答孙家这十年的养力之情 盛总 今天算我有眼无珠 我都已经道歉了 放过我们孙家一妈吧 滚吧 下班 你是我的人 你是我的人 以后要是有人再想打你 你就打回去了 那如果对方是我得罪不起的人呢 那就由我来得罪 余薇一 名声不是毁的 那顾家毁婚怎么办 只要我手上 有他们参与杀害于氏夫妻的证据 他们就不敢毁婚 你在跟谁聊 朋友啊 你再来 没什么 只是在聊一些女孩子之间的话题 什么 接到消费者举报 孙氏珠宝公司涉嫌贩卖对人体有危害的辐射珠宝 孙氏企业负责人孙平堂已被检察官 舅舅 孙家的毁灭 今天才是个开始 你把妹哥什么时候开始欺负小梁 你别过去了 我先上楼了 少爷 你是不是担心有人欺负少夫 我担心他 我是不想他给我丢人 如果他先向我告白的话 我可以把男粉婚姻协议书销毁 然后跟他一直相处下去 现在孙氏的投资商呢 还在观望是否撤资 看来还是要让孙氏最大的投资商撤资才可以 藏什么呢 没藏什么呀 真的没什么 是让他发现我身意外就糟了 盛夫说即使是夫妻之间也会有各自的小秘密 要尊重自己的老婆 嗯 喂 明晚我老公要在红梅山庄举办宴会 全市的权贵都会来参加 你也过来 我给你借上钱吧 机会来了 好 好 我来给你借上 这位是赵祥先生 有名的珠宝投资商 也是我多年的好友 赵先生 好巧 是啊 余小姐 你们认识 赵先生是我舅舅公司的大股东 也去过几次舅舅家 难怪 多请你舅舅 余小姐 你可是苏主总的亲爱生女儿 这次你舅舅的公司 出这么大的事 你知道什么吗 听我舅妈说 最近很多投资方都撤资了 她说要稳定好资方 要对外宣传辐射珠宝是假的 舅舅是被人冤枉的 那些珠宝到底有没有辐射 咱们是来参加宴会的 今天不谈东西 我这是找了八倍的血媒 投资珠宝行业 千挑万险 碰上这么个东西 舅舅 迎接你们的毁灭吧 夜室的春山作品是你挂的 你故意抄袭线牌夜室 但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拿到伊瓦的 未公开的奏品 你和伊瓦到底什么关系 你 封开 你记得我 你可以报复 但你为什么要伤害夜宣 她是你的姐姐 你的嫉妒性未免也太强了 就算你把夜宣拉下水 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你想多了 不然你为什么要报复夜宣 不就是 是我当初选择了她 只要你现在乖乖的服务员 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 从你出轨和孙燕选在一起的时候 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不可回收的垃圾 你就是少爷 这是我老公举办的晚宴 你在这里发疯不好吧 贺老师 我只是在和唯一许旧 旧也训完了 我找我的学生有事 顾少爷请自便吗 咱们走 你快去休息去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姑娘 你要是追不上她呀 就砸断你的腿 过去 你不是哥老婆吗 我妈介绍的对象是她 是哥不打造我的狗腿 我妈介绍的对象是她 是哥不打造我的狗腿 是 是哥 怎么了 慌什么 我 我去拿酒 余维依 盛总 贺老师让我过来休息 你怎么 你老师叫贺方 对 她是想撮合你和她儿子 你还挺抢手的嘛 你误会了 可能只是贺老师眼光比较独特 我这样的病人 其他人都看不上的 病人怎么了 我们盛家有的事情给你治病 我不喜欢听到你妄自菲薄 以后别说了 那我以后不说了 你的外套看起来好暖和呀 小兵杨子 冷也不寻热也不想 只有我能养的气 在这休息吧 我一会回来 有点发烧 真是小兵杨子 真舒服 好久没睡这么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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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你对我做什么 应该是我问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吧 不会吧 我不会这么即可吧 你昨天晚上一直喊冷 牵着我的手不放开 还让我抱着这个 冷 不管我多晚做了什么 我们两次行婚 我一定会认真遵守协议 不会对你动心的 此外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怎么又生气了 少夫人 少夫人刚上班去了 走得急外套都忘态了 烧钢腿又出去了 少夫人的外套 我也放到客厅里 少夫人的外套 哎呀 年轻人呐 李姨 怎么了 闹子烧坏了 这么冷的平时 他这么久 深夕 你对我真好 你是我老婆 我不对你好 对谁好 可你对我这么好 我怕我会爱上你 啊 上班去 盛家的博士 小夫人 黄玉园 盛说 阿世呢 少爷去公司 处理公关危机了 这可咋办呢 少爷刚接受集团 就遇到员工自杀 会没事的 你先去休息吧 是荣誠杂志吗 我有一个大新闻要爆料 盛世 我们已经在一条船上了 我一定不会看着你落难 跳楼自杀的人 确实是我们集团的员工 但他上个月 已经确诊了肺癌晚期 据我们调查 上周顾家人联系过他 给了他五十万 这些家族是看我年轻 想给我点颜色考 我们已经在尽全力压热度了 但对方好像早有准备 现在外界都在关注着 盛总 顾清明被爆出轨 盛太太的舆论压下去了 这个时候爆料出来 查到爆料人是谁了吗 是 夫人 查到爆料人是谁了吗 是 夫人 再次调查一下于为一的资料 是 于为一 不要让我知道你骗我 总裁 这是我们找到 关于少夫人的所有资料 少夫人被孙明堂收养之后 生了一场大病 根据诊疗记录 少夫人应该被孙家人下了药 我怀疑少夫人嫁给您 是为了利用您 他阿姨介绍我们相亲的时候 和您说过吧 我身体不是很好 医生说我活不过三十 您和我结婚 等您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早死的 生事 家 老弟试试 家 老弟试试 他知道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利用您 云然 你 你为什么不说 说和不是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 如果你嫁给盛家 是为了用盛家的人脉治病 你早点说 我自然会帮你找名医 我怀疑少夫人嫁给您 是为了利用您 寻找名医治病 少夫人年纪那么小 却精力那么多 不仅被杀不杀不得重新虐待 还被伤药 以后什么事情都要告诉我 不准瞒着我 盛世 对不起 我知道了 所以 你是怎么知道顾欣平外没有女人的 我有一次去酒店给病人送药 碰巧看到她跟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儿开房 我 手笔毛不快 就拍了照片 所以你今天就把照片给了问题 我想多为你争取一些处理集团未知的时间 我能平安 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得到最好的 都是因为你 所以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 还不算太传 还知道给我争取时间 我想尽量为你做点事 这样你就不是一个人了 我 还有事 送回房间了 拿着你的枕头 以后睡床上 我 不愿意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觉得我会对你做什么 不是 那你愣死这事干嘛 呆头呆脑 快点 盖身之后 钱木兰会回荣城 你躺在这一段时间习惯一下 就不会穿帮我 原来是他借你要回来的 嗯 我会做好的 跟个小白兔死 谁都能欺负人家 以后除了我 没有人要再欺负 已经修复好了 你交给盛叔吧 孙氏现在屁临破产倒闭 但孙明堂已经被保释出来了 他很有可能调查出 我试影价抱他 你要多加小心 我知道了 你也万事小心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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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刚才自己打电话回来 少夫人不见了 什么 立刻去查 是 周总 您找白兔发了 对啊 你功不可没 你们出去 唯一啊 舅舅没有想到 你这么没有良心 扬育了你十年之恩 你不报答我就算了 竟然利用夜学 把公司搞成这样 您良心 你 这谁能比得过舅舅你呀 你难道忘了我爸妈是怎么死的了 你 这种事惊讶我怎么知道的吗 要不是那我独鸡汤 我这辈子的小孩 我只是想让他们给我的公司注资 他们都不肯 他们无情在先 那就不要怪我了 所以你就找人造成了他们 还连和外人瓜分的御史 那是他们自找的 公司做的这么大 却一点都不想分给我 我妈妈帮你破产人脉 费精心死亡的 在珠宝街站门找根 你却恩将仇报 孙米娃 你这种垃圾 根本不配合我过去做比资 一定会打比喻的 敢反抗 臭丫头 你是不想活了吧 如果我们非要死一个 四九 你觉得我和你 谁会死的 臭丫头 敢反抗 你是不想活了吧 如果我们非要死一个 四九 你觉得我和你 谁会死 你绑在我无非就是想拿我换彩礼钱 填补公司资金护权 可是舅舅 我已经嫁给盛世了 你猜到会不会让你帮底做出来 臭丫头 不仅仅就让你死在这里 就算我死 我也要拉着你陪葬 组丫头 不是 是 组丫 现在受伤了是你 你是 组丫 孙悦堂 你吃了详心 暴死他 敢动我的人 误会啊 盛总 都是误会 我和我爱生女开玩笑的 既然你正来看玩笑 就去牢里赶 把他送到警区 我来吧 你学过医 我从小受伤了就没人管 为了活下去 所以自学了一些医术 我不值得你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 值不值得我说了 算了 谢谢 谢谢 我 把玉维一给我交出来 你孙家把他给我当媳妇 那他就是我的人了 皇上 玉维一还没回来 回来我亲自给你送上门 别碰过火大瓶 我今天就要带人走 玉维小姐已经结婚了 我 好饿你们 骗婚骗到我王家头上来了 行 既然你们孙家不讲心意 那就别怪了我不客气了 来人 把他给我带回去 叶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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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带回去 王少傅求求你不要把叶雪带走 切开 孙嫂赶快给北深打电话 把叶雪给我带回来 你当年给唯一小姐喝的药 今天你也尝尝的 叶雪 叶雪嫁去王家 是你的手笔吗 就算我当初没有选择你 你也不能这么报复叶雪 让她嫁给一个残疾人 因为叶 你真逮 你那么喜欢她 可以去抢婚 我知道 你这么做 无非是想让我回心转意 选择你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自恋 不然你为什么会 不知羞耻地勾搭声名狼藉的盛事 你有什么资格对她披头问答 哟 哟 你还护上她了 鱼卫衣 你以为用这种方式 就能让我吃醋吗 小冰秧子 我来接你下班了 顾北辰 甚少 老公 你来了 顾北辰 我没有对垃圾再回收的想法 你那么喜欢叶雪 就去找王少 我下班了 请练吧 你刚才故意利用我们让她吃醋 老公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工具人吗 你要是把我当工具人 那我就 你 就怎么样 走吧 带你去吃你喜欢的小蛋糕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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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做好 做好 那你怎么样啊 手法不错 你还有点油 要是 你 你 做好 我 你做好 我都没办法 你做好 你做好 老爺現在的夫人又處處針對少爺 醫生診斷說 少爺這是精神通常導致的 時間久了 少爺的脾氣越來越暴躁了 今天又嫌棄傷了你 沒關係 老聖書 我會照顧老師的 少爺娶了少夫人 真是幾輩子修來的福氣啊 從進來就開始喝酒 怎麼了 對一個女孩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該怎麼補償呢 買包 買衣服 出包首飾 做她的提款機嘛 能不能說點靠譜的 女生嘛 給她準備點驚喜嘛 這又啥 今天啊 慶祝威夷治好了溫老 咱們一起慶祝慶祝 來 一起喝一杯 威夷 你也喝一個 我不太會喝酒 就一杯茶茶 我兒子真的能喝好酒 來 咱們乾杯 不好意思啊 我太太不剩酒類 我替她喝了 老公 你來了 萬一 唯一 唯一 唯一喝多了 我先帶她回去了 好 拜託 卫一 尽手 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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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总 突然没什么答案 只是因为醉疚 就缺了一会儿痒 所以才会晕倒 给他好好调理一下身体 连接个网站的妹妹去 怎么可能是请来的人 孙叔 这是所早 前照过的人 给他在家里安排个路 好的 夫人 我去给村长安排房间 孙叔 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小姐 我听说 甚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这么厉害她会不会呢 不用担心 我有份记得 总裁 夫人说一会儿过来给您送饭 你跟夫人很熟吗 怎么她不想打电话跟我们说 这也不怪我 这夫人联系的鬼 老爷说着 师哥 师哥 女士 您找哪位 我叫曲子 我是盛世的师妹 孙教姐 跟总裁需要预约 孙教姐 我来给盛世 不是 她一个保姆平什么钱 这是我们总裁的贵客 请曲子小姐注意分数 我给你做了饭 趁着吃 家里有厨子 不用我找你亲自相对 那你还吃不吃 吃 让这里收拾就行 走 我带你买衣服 女孩是不是都喜欢饭在这 是的 阿世 你踩一下 你一个保姆也配来这种地方 她身上这件我要了 这件衣服这个小姐已经要定下了 您可以再看看电影其他款式 都是高舍 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一个保姆也配穿这件衣服 快点给我包起来 小姐 这 师哥 这个女人欺负我 热热 尝尝 师哥 他是谁呀 我怎么不记得 我有你这么个师妹 师哥 我跟你一样 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这也算师妹的话 那阿世的师妹可太多了 说 你还有多少个好师妹 我哪有师妹 只有你的 师哥 他不过就是个保姆 怎么配穿这件衣服 他不过就是个保姆 你就是被他蛊惑了 你离盛中远点 这是我太太你敢碰 你敢碰 马上你们会跟许四的交易 我会等待这些问题 我会等待这些问题 我会等待 我会等待这些问题 听见 师哥 阿世 怎么了 今晚是顾家夫妇的结婚纪念日 陪我去 好 对 过清廷终于闻到你了 盛总 您可是从来都不带女伴的 这位是 我妻子 原来是盛太太呀 平时都不见盛太太出门 今天还是第一次 我身体比较弱 所以基本都待在家里 年轻圈里就算盛总已婚 原来是唯一嫁给了你 顾伯伯 唯一嫁给盛总后 孙氏周宝的婚纱 为什么收购 就是为了给唯一出气吗 顾总多虑的 就是收购了一家酒店 老师我没注意 没想到孙明堂竟然虐待你 还企图伤害你 老狐狸 假慈悲 舅舅能把我养大 我已经很感激了 其实没想到 到此的误会是我在传言学 不是没错 是从你中心去 能到这一切 都是想 你才负责他 把自己的死亡真心 盛总说得对 盛总 我还有合作 小课里 你和顾金平谈 接什么呀 你怎么 你怎么 觊觎你的人太多了 做个标记 这才就标记 那我去补装 找到 就送我到这吧 甚至说来接我 别被他发现了 我还以为盛世会家抱你呢 没想到 他不仅帮你摆平了孙家 还专门给你请了医生做身体调理 他人很好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因为他对你有意思 所以才试试站在你这边 你怎么 觊觎你的人太多了 做个标记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他站在我这边 只是因为我是他名利上的夫妻 你是不是脸红了 是不是你已经喜欢上他了 果然被我猜中了 反正你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还不如假期真做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何不成 我不想再伤心 宇维依 你个天忠 我要杀了你 宇维依 你个天忠 我要杀了你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世 冷静点 我没事 你答应我不要做啥事 你得去 我来看看 郝丽 她的手划破了 我看到了 他流血了 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你给她指血 我这不正在坐着吗 她是我太太 知道了 好了阿世 你先让医生好好看见你 陛下果然是你 你才是盛世原本的相亲对象 林小姐不是在美国吗 我在哪关你什么事 你谁呀 说 你和鱼薇一到底什么关系 鱼薇一果然有问题 医生说不能碰到伤口 你睡觉的时候注意点 你之前亲我是鼻子 憋了这么久才问我 你是什么字吗 又想 也好 要是你去救 就这个 他在你受伤的坏上 昨天就放了 晚夜吧我有事跟你说 好 遇生招的事先休息 找什么事 鱼薇一出事那天 我看到林夏了 他一直跟鱼薇一在一起 什么意思 他们认识 鱼薇一在利用你 他们接近你另有目的 放心 我有事 师父啊 对不起 傅成语发现我了 生从那边 本来也瞒不了多久 等我收拾了顾家 我会全部向他坦白 盛世 你知道了还会要我吗 云一一在利用你 他们接近你一定有目的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 他知道了 有没有什么想要 我说 不要让我知道你偏了 我 我 唯一 我们今天一起拍毕业照 你赶紧过来 好 盛世 再给我一段时间 我会将一切都告诉你 你干什么 凭什么管我 我就站在这儿 换回来 凭什么 我就站在这儿 就让他好看 你也不看你自己什么分量 也敢跟我抢东西 你以为你是 你表姐那么好欺负啊 云一一你这样敢推我 我要让你毕业老爷 不不 他推我都怪那个云维一 诸书 诸书一定给你个交代 谁是余维一 我是 看看你干的好事 赶紧道歉 是他先动的手 摄影师和同学都可以作证 你还狡辩 求职大学既然教出 你这样品学不专的学生 你这样的学生 一定要严厉惩治 全校通报 取消学位证书 整治谁 盛总 认识这位同学 是 雷雨一是我夫人 你说谁推了你 好 都是我弟子想去誓导的 不关于雷雨的事 郑总不好意思 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多大清楚 我看你不是没有调查清楚 你是仗识七日 许助理 让他们知道 欺负盛氏夫人的后人 是 你怎么这么笨 解决不了的事情不知道找我吗 放着这么好用的我你不用 你是不是傻 跟你说话呢还做事 你要对我这么好我怕我会 你不猜你 是你先照顾 小姐姑爷一早就去上班了 她吩咐我给你熬了鸡汤 好 夏夏你继续帮我查一下解药的线索吧 好你怎么突然想通啊 我想多陪她几年 圣哥我刚刚又去调查了嫂子 我发现她跟伊瓦关系匪浅 她说我再不需要你去调查了 毕竟你才摆脱你父亲的掌控 我真不希望你再陷入别人的圈套 威姨你真的喜欢上圣少了 顾亲平想要进标黄金矿山 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 一会发你 好 对了 我先给你发个好东西 你绝对是 你回来了 没有给你把消息 消息难道是夏夏发过来的资料 这真的难 Past 明清吧 比如你 Council 确认你 不是我 我没看 我教你 这是莲子哥 机会来了 顾瑶去商场 苏嫂 我们共生上去吧 小警司说 五点赢要进去 要进他 对 我看过来是个进交书 我准备了五点五米的资金 你就可以拿下进交 并为一盛世 我们走着瞧 这 你们是 对 我知道您需要那座金字 但是 我们不知道他的头发生额 我知道了 甚至于是新额 我没有光线 我让你听到的 并为一就是一个病的鸯子 出老嘴很正常啊 怎么样爸爸 圣哥 圣太太竞标金额 被并为一给泄露给顾家了 早就跟你说过 这个人的目的不纯 小总 这次我们调查到 顾家成见了六年 我太太的父母遭遇车祸 家产被孙姑两家瓜分 听孙嫂说 太太的身体现在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被李方莲下了毒 郭大夫 我太太小的时候中了一种毒 身子一直很弱 能配置出 让她缓解疼痛的解药 让她继续活下去吗 知道解药的成功能配出来 若是不知道 那就没用拿 这样我先给你开一下帮子 把她调一下身体 这个拍卖行的规格还可以啊 不过是个模头小子 5.61 5.71 6.1 6.1次 6.1二次 圣总 今天不好意思 这个金矿 是我的工作 我所合作死亡 要不然就只有我 用我顺便进一段线 自从上老太太去世 你父亲去不外翻 甚至 在人生第一队位 她可以退下来 7.1 7.1 成牌的进标权是什么 Ten 多谢婚礼 让胜态是母子 爸 你终于醒了 爸 你没事 你干了好事 都是于为一 是他说 他说胜态是真为了五家五一 于为一 胜失 这个算酒 会放过他们的 爸 唯一只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哪能接触得到生态的机密 一定是盛世利用了他 你操到六一 在高雷代公司借了两个 这个金黄黄 要倒贴出去几千万的利息 都是因为你 来人 爸 送我去你家 哎 爸 我不要爸 我自己不不要爸 爸 爸 妹妹她不是有一个 爸 我是个女儿 你们大事 我们为了私情 单前路 在这儿 我去给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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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给你 我想要你 健身 咱们儿水 我的私心 被警察抓起来 对方是从这些电话里面的 精神病 是不是他 就是他 一定是那个老国立安排的 给我盯紧 许主 现在照顺是精神病 你就是脑筋的 正女说了 如果她出了什么事 增加的一切 用客人来证明 对不起 正世 是我害了你 你千万不能有事 我还要好多事情 没有和你说呢 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 如果她做的事 我会让整个国家陪葬 先生 她怎么样了 成交成功 可以转到病航了 医生 她为什么还睡着呢 打了麻药一会就醒了 终于休息 喂 阿世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是林医 我去叫医生 我只要你好好的 阿世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骗了你 我骗了你 我和林夏认识 是我让林夏不宜出现在你的视线 我也是不宜出现在你的面前 想成心错心 我嫁给你 是为了利用你帮助宫家和顾家 是为了利用你帮助宫家和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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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在一起 你是什么东西 我见识你吧 那你就不说一句话 我真的活不见识 那你说你喜欢我 你是真的 我喜欢你 但是我骗了你 如果你撒了我离婚 随时 没有人可以进入 我出门了 没有个原因 许多人 赵志司机已经被送到精神病院了 他是精神病患的 可以 对付精神病应该有什么办法 是 他是精神病 不是傻 只要是人 就需要见过 去 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关在一个不见过的封闭火箭 关多久 一个月吧 不是我不是我 是东西明让我干的 就是你饶了我爸 饶了我爸 你还是他 你不是我爸 是 jewelry 只是我个人 来得比自己 我这就会得比我 不得了我 能不能不说 其实你不能不去 你不能够也能不去 我不是学会怎么办 是 想办法 让那个司机永远逼你 夫人 顾清兵行动了 好 发誓吗 不许去公司了 唯一吗 我是小诗的母亲 你可以跟小诗一样 小母亲就好 师傅你听你吃了啥 你先进去 跟小诗结婚是习惯吗 小诗脾气可不好 这柔橙生活 那要是欺负你的话 你就告诉我 我把阿尊给你吃 谢谢 阿尊对我 虽然我不是你家阿尊的原配 但作为小诗的母亲 那你接我杯茶 嗯 不然说的是 哎呀 啊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连杯茶都端不稳 我看是你手抖 走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连杯茶都端不稳 我看是你手抖吧 小诗你看看你的媳妇 连杯茶都端不稳 连杯茶都端不稳 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给你做主啊 我一胆子小 我不在家 你就过来吓唬她 我可没有吓唬她 要不然她能往我身后躲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走了 不过卫一 我还是挺喜欢你 下次我们有空在家 胜叔 送客 就走 去忙吧 就走 去忙吧 今天做什么了 吃药 看病 又一言 我根本跟你说过 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 秦木兰来找你 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的叫声说不要告诉你 他也没对我干什么 以后秦木兰再来 不得了 他也能听到没有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下次见到他 一定绕着走 官长在我们公司有个庆功宴 跟我一起去吧 好 小事 秦女士 我希望今天的事情 不会再有第二次 小事 你在说什么 我不明白啊 我说过 我说过 唯一的短字小 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见他 盛世 唯一 阿尊 小事太过分了 都怪唯一 也不知道给盛世 灌了什么米婚汤 搞得小事都不听话 好 都听你的 您好 大夫人 我是 吉兹 有事吗 无意间听到您打电话 是盛世和 玉为一 给您难看了 盛世是我的师哥 玉为一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病秧子 他配不上师哥的家事 大夫人 大夫人 我想做您 您正严慎的晚辈 孝顺你 而且 我跟玉为一可不一样 阔朗天就是盛世的庆宫宴 你跟我一起去 大夫人 您的意识是 给你做机会 去了你都知道 好的 大夫人 玉为一 这一次我一定会让你好看 玉为一 这一次我一定会让你好看 你懂什么呀 曲子今天 是跟琴米兰来的 琴米兰就是 盛世的进宫 哦 对 听说盛世从小的就是 被他非得进宫带大的 哦 那不得了啊 曲子这是搞定了婆婆 摆明了小双碟 你一会儿先去那里 等我电话 小事呀 谢谢你啊 辛苦你了 看着漂亮 看着漂亮 盛世身体不舒服 一会儿我还安排他去休息间休息 你去他房间拍两张照片 这是 别因为我不知道你 基于什么事 我是在给你亲 好的 谢谢大夫人 阿世你怎么了 走有点 我先扶女婿休息 好 就能�息吗 有点 我先扶女婿 你只能 내� 一会儿 你动 做事 就能被扶女婿 你什么地方 盛太太 许主理刚刚在楼下找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小姐 这么即可 我看于小姐这病泱泱的样子 我看是解决不了师科的需求吧 那就不劳烦许小姐的费心了 许小姐是不认识回去的路了吗 要不要叫警察带你们去 反正照片已经到手了 这是被下药了 这是被下药了 阿世 吃早饭了 算什么啊 还不开车 您吵架了 您吵架了 吵架了 你看他是想吵架的人 我以为周围看到热搜和您吵架了 什么热搜 他明明还不知道啊 就是今天那天您所取出的照片 要封查取回吗 先不用 取自胆子没那么大 查查他背后的 好的总裁 那需要先把热搜撤下了吗 不用 不好意思 秦女女士 你没把这报处的盛总和曲子的经历照怎么看 成为盛总已经结婚了 请问是曲子吗 年轻人的事情吧 我是不太了解 但是我是觉得 你家曲子还是挺适合等我儿媳妇的 请女士 明明是我先陪在师哥身边的 爱情里呀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 没有爱情的婚姻也不会长久的 此事是 自然不澄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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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小字把许女神的男人还给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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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父亲晕倒了 医生 他现在怎么样 上台下停的毒让他的免疫力大幅下降了 现在处于昏迷状态 咱们得尽快让他解决了吧 是没有办法解决 有的能够的 但是是我们在学后的师兄说电话 还是有研究旁边的 或许 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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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哎 人是曲子的脑袋 是为了给曲子出席再给别人出生 真的 我们 走 啊 啊 啊 师哥 这都是粉丝行为 不关我的事 女神 是你说你和邵总是真心相爱 我只是因为喜欢你才帮你取姐姐小猪的 我老婆才不是小子 取姿是什么东西 也配跟她拼 师哥 你没有第一时间生情 一定是对我有意思的吧 我放了 是为了让一位一吃醋 有你省身 师哥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对我 对我不一样的 调哪只什么 两只 不要 我还要送熊生前大公 起刺 你跟家人都是你害的我 听见了我 这就是搜索是要不出的代价 师哥 盛总盛总我错了我求你 我错了你让了我吧 我错了 为了擦她的脸 放置所有黑料的全面做事 算了 我错了我 没有身体 身体也有感谢 夫人的病又是什么大问题 不过夫人的身体被定住气来这么多年 比较差一些 用烟熟 可以再关注 用唯一的毒 可以接人 但是我有个条件 希望夫人接人的实验室 实验室 实验室 夫人的毒很少 还有严厌 你是说 你让我严厌给你导师严厌 少总不用记得打罪 可以等夫人心态 我想你 可以怎么样 因为别的地方没舒服 不需要医生离开 啊是 我医师 我这不是好 是的 我想出去吧 你想不想快点好起来 他知道我中毒了吗 你身子太差了 你得好好调理一下 你昏迷这几天 温年华医生过来帮你看了 如果你去他的实验室 会恢复得快一点 温年华 那个国际知名的毒药研究家 阿世 我不想做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我想陪你 更何况 我知道这个毒是无解的 可是 阿世 我会好好保养的 总在 故事送来的情景 一两百七点 在故事花景中间集 知道有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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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想出现 好吧 我跟我医生说 有没有出现 你好 知道有没有出现 我的书 是 你去搞事吗 不想让我去 我去搞事吗 是 不想让我来 各位 顾清平 今天晚上 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 顾总每年都借了那么多要务和资金 格局大眼 不足挂持 不足挂持 非心事做多了 心里肮脏 就天天做此事 盛总真会开玩笑 我跟我老婆聊八卦呢 你们说 同事我会心事 无法有枪 说对吧 盛总说的是 各位抱歉 不要上台致辞 许说你把证据骚给凌军了 放心吧 应该快到 到现在 我们故事药业 已经成立了六十周年 也成为了华融地区 最强的制药凌军者 如今 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想 杖禀皇父 顾清平 我们有证据怀疑你跟一起谋杀有关 这是来不令 请陪我们调查 不可能 这事跟我爸没关系 北辰 没事 不要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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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老师 他和顾清平并没有什么恩怨呀 还是他早就知道我在报仇了 你查故事是为了我吗 当然不是 少自量 我只不过是想当一个正义的判官 但是他每次看到顾清平那种伪善的样子 我就倒过一口 正好转过理由把它弄掉 看不见他 谢谢他 我老公果然是个为国为民的大善人啊 一般一般 好 小嫂刚炖的排骨汤 你尝尝 味道很不错 尝尝 我喝不下 最近刚换了药方 等我适应了药性 就能正常吃饭了 因为夜 你是没有脾气 不管说你什么话 你都这么快 因为你对我好啊 那你说说 我在哪儿 你和我结婚 我就不用嫁给你一个爆发户了 是你救了我 我跟你结婚是为了藤色带尊 并不是为了救你 我来到育园 住着最好的房子 有最好的医生替我看病 都是你给的 我有的事前 一句话的事 你还为我撤腰 替我出气 你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我为了面子 也会在外面维护你的 于卫一 你是在跟我找李明 我 你爱上我了吗 是 我爱上你了 但是我活不了多久 所以阿世 只要你答应我 在我活着的时候 对我始终如一 我最爱好我 因为你 你以后不准再跟我说你 我想这样 你怎么这么听话 你怎么这么听话 因为我爱你 不幸运被顾家保释出来的 我知道了 顾是贩卖假药的证据 就在书房的抽屉里 想怎么做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好 你去公司了 去吧 你去吧 帮你去吧 你去看 顾就是 顾总出来的挺快嘛 我们顾是的嘉君就是 卖娘心好药 谁要服一个地址 怎么可能已经卖假药 还杀人呢 既然什么都没有 你就不需要在那里 戴着她啊 盛太太这是 看看 这这 这算不够了 盛太太 当年的事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是为了故事 才答应孙明堂 做大家伤天害理的事 你父母的车祸 不是我造成的 我只是提供了支换剂 都是孙明堂干的 还有你的毒 我手里还有 当年给孙明堂的成分表 盛太太 只要你放过我 我们故事 一定会全力研制解药 这样 您跟盛同意呢 老板晚见 今天下午 就是找个男人 您是个聪明人 不想顾北城夫室的话 你找个人 给他吃饭了 我可以吃饭了 他可以吃饭了 我有点 我可以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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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爸你怎么了 爸 爸 你故事 连带走 现在 就剩你了 北城 一定要记住 孤家 任何之死 和玉为一 脱不了干系 孤家和玉为一 有生有世 都是仇敌 北城 爸 你一定要从政 故事要业 让玉为一 下地狱 给我孤家 赔罪 爸 爸 爸 师傅啊 这就是你为七星设计的 青春手链啊 我取了两个名字 你有名叫黑帝 中文名就叫唯一吧 黑帝 黑衣困来就是盛世 哇哦 盛世唯一 戒指的成品 做好了不要受内 直接给我 你这个是要送给盛世吗 你不怕他发现你就是医瓦 没关系 户气之间 本来就应该坦诚相待 你真的先进去了 阿世 我手机是窝在你那儿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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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世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倒是你要不要学院看看 我爸自杀了 顾谁 他说 他的死 那都是顾清平自作力不可活 唯一的爸妈就是顾清平和孙平团连手杀害 你以为唯一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差 都是他们两个医生造成 不可能 你救了我 会对那死 靠自己之路 我看 已经上了 你让他们的案子过 结合上的事情是取得照 你做的 上次的事情还没让他长进去 把他丢进精神病医院里 他这辈子不想出来 是 没什么事儿的 就是身体比我虚弱 我可以出院了 谢谢 阿世 医生都说我可以出院了 再说了 今天可是七七 难道想我们替和七七自己运动吗 那我会去再让古代夫你看 好 阿世 我们回家吧 毕业 阿世 阿世 你回来我 你不要算你 阿世 定制的婚纱什么时候 婚纱 总裁 婚纱这个月季就能到 其他的婚服最终下月初就到了 怎么不进来 不是 你刚才听见你说婚纱 你是在准备婚纱吗 对啊 定制了几套 那一辈子就一次 想让你做最漂亮的心 愿意 你还行 怎么老是苦皮子 本来做还行 对啊 你还小 可以 但以后不能哭了 先开个信心 然后我们一起活到一百岁 好了 不过此还有事 谢谢上班了 谢谢上班了 请慢用 不许善良的 也不许善良的 那我还能陪阿世多长时间 进 小姐 过两天才是二十五岁生日 你怎么现在就给她写四十五岁生日信呢 我要给阿世写到一百岁 我不同意你和约一的婚事 不同意也没用 我没见证 那就离 不可能 好好看看跟你结婚的人吧 藏着什么心思 利用你解决倒了孙家和顾家 我在 你 孙 小事还小 你不要跟他置气嘛 小事你也是 怎么能为了外人这样亲你爸 外人 这个家里还有比你都外人 小事 我也是关心你 我也是关心你怕你被别人骗了呀 我乐意 尊 我是真的关心小事 今天这个混 你离也得离 不离也得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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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 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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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依你别吓唬我 盛初 叫做去医院 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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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过要陪我一起买坐线牢的 上夫人来 之前就找过我 那我还能陪阿世多长时间啊 最多一个月吧 维依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告诉阿世 我想要陪他过一个开心的生日 上夫人 这 我知道我哭不成了 拜託你了 回身 有多小 我以你喜歡 我當然要行啊 不願意上哪兒去找新娘姐 對 我的新娘只能是羽衣 阿世 我們住院吧 用期快到了 好 住院 我們結婚 孫子 這個是給阿世的 等我走了 你交給他吧 小姐 小姐 嫂子 時間到了 下去吧 我怎麼 我這不是還好好的嗎 今天是我和阿世結婚的日子 可惜了我們等的 可惜了 天啊 盛世先生 无论生老病死你愿意嫁给盛世先生 不愿意 已经三年多了 你还是放不下 给你安排相亲你也不去 周家的姑娘不挺好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为我 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 好把握什么 你说的是什么话 行了 我今天是来跟你签合同 不是那些肯家傻 天天儿女情长 能干成什么大事 夫妇下去 看好她 少先生这边请 听 historically 是我们不必豪亥的 我们不妥地 一分他们很难 来 我们不 booming remembering 叫我 是 wasn't ash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古医生来一趟 又见到唯一了 他现在是失智又失忆 但身体有没有受到什么外力的撞击 我怀疑是不是有人给他吃了什么药 难道非常鲜的药 没办法解 解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最好是我们找了下药的 是不是一直在吃药 他们一直让我吃药 但后来我觉得太难喝了 就头都倒掉了 他们还抽我的血 好疼啊 你是谁 他们的名字叫 温年华 还有 杜北城 我很聪明的 疼的时候我就这样 就不疼了 可是他们还往我身上插了好多管子 说小白鼠就是用来做实验的 死了也没事 所以说外面真的很危险 以后就留在我身边 别乱跑了 好不好 老公 那我以后就乖乖跟着你 不乱跑了 你要帮我出气 已经验过DNA了 她就是夫人 去查一下三年前活你当天发生的什么 还有温年华和顾备车 另外订机票回国 你回家好不好 她是小姐吗 这个是什么 听见没有 他真的是小姐 来 就这些 三年前的事情 有人在故意遮掩 根本就查不到 这玩意是 把他进来 把他进来吧 孙总 听说 我家小朋友在你这里 孙 你还真不怕死 他脑子不大好 还希望顾总 能让我把他带回来 你脑子才不好 三年前 我不知道你五年 我是怎么带走 但是现在既然我找到了 就不会让你再伤害他 我没有伤害 我只是 只是让他去给温年华的实验室 当小白鼠是吗 我也是为了帮他解读 才答应跟温年华合作 三年前 你和唯一的那场婚礼 我愿意 我们也不会轻易地把唯一调爆 解药的配方 我会想办法给你 我会给你 我说师哥 嫂子不是还活着吗 又喝闷酒 今天差点跟我 已经擦香走火 那怎么没继续啊 现在还是个孩子 哦 师哥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 师哥 嫂子 这种情况 没办法了吗 顾北成说的 不会把结果的 顾北成 他可信吗 当时可是他把嫂子带走的 再接信 对吧 另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失严了 我说好要陪你当一百姓吧 年纪 没地球 上夫人体内的毒也是很重要的 需要有解药的 不妨多让他看看熟悉的东西 或者熟悉的地方 这样对他的治愈很公平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盛氏先生 无论生老病死 你愿意娶于威依小姐 不愿意 于威依小姐 无论生老病死 你愿意嫁给盛氏先生 我愿意 怎么了 怎么了 睡了一年 终于醒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带他走 带他走 如果你想办法死 现在就带他在 你什么意思 他必须继续留在我的身体 继续和 原来我没死 少爷 代工馆那边送来请点 这个月月底 戴尊和秦木兰的结婚纪念日 要举办业会 给你我和威依一起去 少爷 以前都是不去的吗 以前是他们恶性我 现在占我恶性 少爷 正在开始发急 哎呀 还以为小师不会来了呢 现在看来 婚孙很高兴呢 是说受过保护状态的 只是科生军团 他做了三年实验 快失智了 是说是现在 就像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一样 看来这五六岁的小孩子 也不待见看一眼 好久不见 三年不见 漂亮了不少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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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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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你只是想你闭嘴 真是我好难受 我救救我 救护医生就行了 你上医生就行了 你 与唯一傻子还跟我做对 康太太做这个手机 可以缓解一下 康太太是吃了想到不干净的东西吗 不是吃的 我听到他说话就难受想吐 喂医 三年了 这病还没有健好啊 要不然 我给你介绍几个我认识的医生 吃了药也不管用 我听到他说还是想吐 怎么办医生伯父 对不起老公 我不是故意的 早知道我就应该待在家里 要不我把耳朵堵住 这样就听不见了 不是你的错 大夫人也不生气吗 我不是故意的 你 哎 小师 有点生意上的事想跟你说说 我们能出去谈吗 你出去 你出去 要去这里 你这里 他干的 我去 我去 吃 吃 这 你 干得 鼻准 你看 Glue 真的 救了真可厚 这里也没有外人 你也不用装温柔子爱长辈那一套了 你再有五十了吧 本来都不年轻 这气啊要老爹的经理 您变老 最近的早餐上位 主要是变老人 要真是不生气的 你 把余小姐一个人放到宴会厅 你也倒是挺到亲 我敢把她带来 就敢把她放到任何一边 圈内的人士都知道 温年华拿余小姐 做了三年的侍应 而我 就是温年华的背后的老板 你公然带她来到宴会 无非是对我宣战 你和你母亲倒是有点像 为了自己爱的人 能付出一切 你也别提我母亲 先生 婚人不见了 你做了些什么 你做了些什么 十分钟后 有人会给秦木兰注册 加速人体器官摔解 同样 十分钟后 洛科的秘密将会公致美中 你选择 生事 不过 秦木兰器官摔解也挺狠 这样就可以成为 科洛的远径对象 生事 生事 阿世 我要去买奶昔 徐首领 后边停一下 可以秦木兰吗 可以秦里有点钱吗 以后一定百倍账还 谢谢谢谢我叫盛民运 他醒了 快等等 等他完全清醒的时候再注射 准备注射 大夫 你一定要救救我 大夫 你一定要救救我 你不是救了一位一吗 我命着你你必须要救我 夫人 解药还需最后延远 是什么 你唯一的血 你干什么 让戴森对你下死仇 宴会那天 我在戴家公馆 发现了密室 然后我就进去看了看 发现里面有一个女人 我去敲开门把她放了 女人 是她 对 是她 这是谁啊 这是我妈 可是 伯母不是已经 那只是戴森的一面之词 到现在我都没见过我妈的尸体 可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戴森 有什么把柄在伯母手上 或许吧 好好养着吧 我派人去盯着戴公馆父亲 好 这是阿世吗 对 这是少爷小时候 少爷小时候很乖的 这是少爷母亲 可惜走得早啊 我 我见过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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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见到的 就是在家宴会的那一天 他跟我借钱 我看他长得漂亮 就把钱都给他了 我还要下家去找他了呢 这件事我得赶紧告诉少爷 少爷大小姐找到了 是少夫人找到的 对 少夫人让人把大小姐接到米安了 我问你啊 是个研究狂魔 一不开始认识 重要的东西 他一定放在这 你在干什么 我说连我 把古医生叫过来 是 古医生 您看看 这是简要吗 是 没错 这是解药的方子 徐助理 你跟古医生去配药 记住 千万不能经别人手 呃 等一下 但凡是方子 都得有药引子 但是这个方子里面没有 那 没有药引子会怎样 药效可能会减弱一点 但是没有别的问题 先试试吧 行 我会认试准备 拿出刀工 正确 我会死 灰碗 愚一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谷医生说 解药还差一个药引子 我觉得很好呀 不行 还是让谷医生再来看看吧 阿世 阿世 你妈妈在米兰休养 有夏夏陪着 你想不想把她接回来呀 那也是你妈妈 我们一起接她回来 雷一 我好想你啊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谷医生 唯一的身体 夫人体内的毒引清了 不是说差药引子吗 可能这个药引子跟夫人本身有关系 现在夫人你身体已经好了 顺便不用担心了 那我先告辞 报告夫人 在米兰发现圣灵的踪迹 他已经被圣市携走 什么 圣灵院还没有死 阿尊呢 把他够叫来 我这就去 什么事这么着急叫我 阿尊 圣灵院当年在产房 圣灵没有死 你是不是把他藏起来了 哎 你生病了 别想那么多 过两天我带你 那是在盛世身边 你是不是要把他 从盛世身边带过来 别多想 温年华已经死了 我找人替你看病 好好休息吧 温年华死了 看来我也活不长了 圣灵月 你必须死 妈 生疏开车去了 我们等等他 妈 你往那边跑 记得藏好 不要出声 快 快 是秦木兰派来的吧 我是顺世的妻子 我跟你们走 少爷 少爷人被人绑架了 小诗 最近还好吗 说吧 什么事 玉维一在我手里 想救他吗 你想要什么 我要什么 那声明月来换 做梦 那你只能看到 玉维一的尸体了 喂 喂 去趟秦木兰的下楼 小诗 秦木兰要找的是我 要我去换围仪 然后再把我 被秦木兰绑架的事 告诉戴尊 戴尊囚禁我这么多年 一定不会轻易 让秦木兰对付我的 喂 让盛名月自己过来 让维一过来 过来 小后面 绑上 当年在产房里也有死 今天 还不是落在了我们的手上 秦木兰 既然你下了举手 那么就我来帮你 等等 我跟你说过 这一辈子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 骗子 你就是大骗子 你明明说 盛名月已经死了 那你那身边要把他藏起来 你把刀放下 我们好好说 你就算把他杀了 盛师能放过你吗 我不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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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可以保护你了 对不起 我以为把你藏起来 就会没事 小事 对不起 没有保护好你们 戴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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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这是戴尊助理送过来的文件 戴尊这是什么意思 财产留给了夫人 人脉又留给了您 她这是在利用我 她把人脉留给我 全都是因为我妈 只有有了这些人脉 我才能更强大 才能保护我妈 她利用我所有人 除了我妈 我去到医院 你把这个带到医院 让兴术放下来 好 昨天去医生的放得怎么样 还行 最后啥也没买 爸 你感觉怎么样 你是戴尊的儿子 没眼相似 我觉得妈是因为看到了你就想起了戴尊 妈 你想不想去国外散打仙 是啊妈 这几年国内外病患很大 说不定出去散打仙 就能忘了那些造型的事情了 嗯 去米兰吧 上次我逃跑的时候 是唯一带我去的米兰 我想再回去好好看看 走的时候 来来去看看戴尊 唯一 你们俩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这是我第一次来看你 也是最后一次来看你 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了你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我不要认识你 你留的那些财产 我一分都不会要 生前 你查了我一生 随便一件事 都会让我食欲不顿 所以 死后你就不要再来恶心我了 随便一件事 随便一件事 里面事 里面事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小冰月 妈 到了国外一定要经常跟我们打电话 不然会阿师会担心你的 好 对不起小事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照顾过您 反过来您还能照顾我 妈 我要走了 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阿师 你不要怨妈 妈妈没有不喜欢你 她可能只是还没有从戴尊的阴里走出来 我知道 我没怨的 只是心疼的 认识了戴尊 被囚禁了二十段眼 是啊 所以我们要对妈再好一点 怎么 妈住院的时候 你去查一下 阿师 太好了 我怀愿了 我有不要 你去带我们 conto 无怨愿了 不为 Tuesday